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盼望婚姻生活,计划35岁前成家育儿,担心挽育风险。 杨子作为中国当代家育户晓的女演员,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美丽的外表深受观众喜爱。 然而,近年来,杨子婚姻的话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,这也让他烦恼不已。 尽管他多次表示希望在35岁之前结婚,但现实却让他感到困扰。 他身为高调艺人所面临的利益和压力,让这段婚姻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。 杨子之所以渴望婚姻,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,是因为他有着和普通女性一样的人生抱负。 然而,成为高调艺人后,他生活的圈子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,私生活备受关注,这让选择结婚对象和结婚时机变得更加困难。 婚姻不再只是个人选择,而是涉及大量利益和形象问题。 由于涉及的利益太大,杨子无法轻易结婚,这也让他的婚姻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。 作为公众人物,他需要考虑自己的形象、市场价值,以及选择的婚姻对象是否能够匹配他的职业和公众形象。 这使得杨子在婚姻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和小心。 如今,朋友们也对杨子的婚姻问题感到好奇,并不断给他介绍对象。 但他始终拒绝这些介绍,声称自己无欲无求。 或许,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利益而做出的选择。 作为公众人物,杨子需要将个人生活和事业明确分开, 避免因私生活问题造成不必要的风波和负面影响。 杨子的婚姻故事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思考。 他的经历也反映出当代艺人政府背后的利益介入和压力。 作为观众,我们需要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,不要过多干涉他的私生活。 毕竟,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婚姻伴侣。 总之,杨子的婚姻之路并不平坦。 他的向往和欲望受到现实利益的制约, 所以他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对象。 作为公众,我们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尊重。 无论他何时何地结婚,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幸福,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 肖战同路人录制幕后曝光。 数小时车程非常疲惫,工作极其敬业。 近日,肖战演唱的致敬歌曲《同路人》上线后备受好评, 得到了非常多观众们的高度认可。 更重要的是,一起参与制作的前辈们也对肖战非常认可, 曝光了肖战同路人的录制幕后,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肖战的真诚和对工作的认真和敬业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拍摄当天坐数小时车程风尘仆仆赶来, 在非常疲惫的状态下,肖战展现出极其敬业的态度,非常棒。 据悉,肖战同路人的录制幕后曝光了, 前辈介绍肖战那天坐了数小时的车程赶来, 本身就非常疲惫,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肖战的状态, 展现出极其敬业的一面,每一句录音,每一个镜头, 肖战都精益求精,配合着高强度工作毫无怨言。 对于肖战来说,这就是青年演员, 歌手肖战真实的一面,工作敬业, 哪怕自己已经是顶流,大明星,肖战初心不改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, 能够成功并且得到非常多的大力支持, 不是没有理由,肖战做到了不忘初心和勇意前行, 有远大理想,面对工作又可以埋头苦干, 脚踏实地,这种态度值得学习。 如今的肖战,越来越得到认可和大力支持, 七年时间过去了,肖战依然很红。 总之感谢肖战,也感谢前辈们对肖战的认可, 这是对肖战的一种激励, 希望肖战可以继续努力, 不忘初心,再接再厉, 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 肖战是优秀的好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 未来可期。肖战未来可期, 在创佳季,不见不散。 肖战被合作前辈大力称赞, 疲惫不堪仍专注敬业, 打脸一众黑子。 近日,伴随着肖战演唱的正能量致敬歌曲《同路人》上线, 肖战又一次得到了全方位的高度认可, 是唱功不俗的歌手, 也是正能量偶像, 合作前辈也忍不住对肖战大力称赞。 值得一提的是同路人的作曲, 作词者纷纷发文评价肖战, 风尘仆仆几个小时的路程, 肖战工作已经非常疲惫, 但是面对新工作,肖战依然能够专注敬业, 这就是肖战的工作态度。 据悉,肖战又一次被合作前辈大力称赞同路人的作词者发文为肖战点赞, 还曝光了同路人的录制幕后, 肖战数小时车程已经疲惫不堪了, 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肖战的状态, 依然能够保持专注敬业, 精益求精, 这就是真实一面的肖战。 这样的肖战, 又一次足以打脸一众黑子, 总有人在背后造谣阴阳怪气, 事实上是一次又一次被打脸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 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, 一方面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首正能量十足的歌曲, 另一方面肖战言传身教, 展现出来极其敬业的态度, 令人肃然起敬, 也值得学习。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 肖战一路走来诠释的都是这些优秀品质。 总之为肖战点赞, 接下来的路也会和肖战一路同行, 共同努力, 齐心协力去追逐梦想。 肖战非常励志, 也懂得感恩和不忘初心, 作为小飞侠, 我们要像榜样肖战看齐, 初心不改。 肖战继续努力, 前程似锦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